先生,您的咖啡,请喝一溶 先生,请尝一尝 可以吗,先生?不错 先生,请满意,谢谢 这儿的环境不错吗? 我根本就不喜欢来这种地方吃饭 我喜欢中国菜 来 以为亲王吃顿饭就能改变我对你的印象 看我怎么瘦是你 两位,你们的牛排 请满意给你睡 请满意,谢谢 吃吧 喂 喂 这个不好吃 吃我这个 这一道给你吃的 你不会不理情的 好 喂 你觉得很好吃吗 嗯,就是辣了点 想起小时候吃的果 什么东西都是满费的 更何况自己做的 我当然多吃点 不如这个 嗯 这样吃怎么行 应该像我这样 倒不太过瘾哦 好 好吃 我不吃肉 怎么了 我做得不好吗 没有胃口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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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可是玩捉迷藏的高手 本小姐就没想跟你玩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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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干嘛这么看 怎么了 你把钱全给他们吧 其实我看见他们这些人 我只想起我小时候 我和母亲一起在街边乞讨 受尽了别人的白眼 口水甚至就不让 说实话 我知道我给他们钱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但是 至少这些钱 能让他们吃顿饭 看不出你这人 还挺有同情心的吗 我在你眼中可是个大恶人 但当恶人也可以有同情心的 你以为你这么做 我就会觉得你是好 妄想 我不敢妄想 我现在只是在想 我已经身无分为了 怎么送他那姐回家呢 你才能够 你会不会 你这生的 你这生意 是个人 我自然 你强行 你这世 又一世 你这世 没弄 这是 你这世 我吗 我希望你把那种无忠 那种无奈 充分地表现出来 导演 为了这场戏呢 我已经下足了功夫准备 待会儿啊 你就等着看我的好戏 放心吧 好 各部门准备啊 京城风云第三十五场 三主场三主场 各部门准备 京城风云第三十五场 开始 李慧娘望着裴公子的尸体 周身一阵阵发冷 杀了架 她感觉到她的心 都已经被掏空了 整个世界 在她眼里 都变成了灰色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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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看来你干什么 赶快死你了 小心一点 快点快点 云霄 你 你醒了 花小姐 这是哪儿啊 你受伤了 在医院 小姐 你运气真好 要是再偏那么一点 砸到的就不是你的尖 而是你的头啊 医生 你再仔细地检查一下 你一定要用最好的药啊 放心吧 她的伤没什么大碍 再休息几天 就可以出院了 那谢谢你啊 注意让她多休息 我先出去了 好 你起来干什么 我想喝口水 好好好 不要动 我来 谢谢 谢谢 怎么样 还疼吗 不疼啊 对不起啊 都是我连累你的 别这么说 这个只是一次意外 意外 你相信吗 在电影公司 被砸伤的人不是一个两个 我就知道迟早会轮到我 可是 我不相信我会像那些女人一样 我以为我可以改变一切 可是结果呢 我还是输给了她 花小姐 你不用替我难过 这是我的宿命 我已经认命了 只是 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你 我是苦出身 从小家里就没有钱 把我卖到戏班子 那会儿 唱戏是被看作夏九流的行动 唱戏的女人 没有人看得起 我已经受惯了冷潮热讽 我已经受惯了冷潮热讽 所以 等我一做了女明星 我就端足了架子 不为了手 只是 想要保护自己 不要再被人欺负 后来 我年纪大了 竞争也变得很激烈 我会不由地害怕 不由地妒忌 你相莫比我好 年纪也比我轻 我很害怕 有一天 你会取而代之 其实 再怎么争 再怎么斗 又怎么样 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人呢 是斗不过老田爷的 他要你老 谁也没有办法 再毒的珠宝 也抵不过 兵机御服 所以 你一定要把握机会 努力地往上爬 你能清楚 真的一踪即逝 你可别像我一样 华小姐 过去的种种 都是我不对 都是我不好 你愿意原谅我吗 别说什么原不原谅的 我一直都知道 你不是一个坏人 你只是害怕寂寞 害怕孤独而已 既然 我们选择了同一条路 毫无疑问 我就是你的过去 而你就是我的将来 我又有什么资格 去责怪我的将来呢 雨霞 谢谢 好 让我 是好,我订了六国饭店的西餐,可以走了吗? 你还有心思去吃饭吗? 你就不怕六国饭店的吊灯掉下来,砸着你吗? 我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 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演戏,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说谎 你以为你的手段很高明,天衣无缝 这些年,要不是我替你扛着 你以为你还能这么安稳地做沈太太吗? 你还能这么逍遥吗? 怎么了,练你好了? 我谋杀当然,为什么就是不敢面对你丈夫? 沈世豪,你别跟我大呼小叫的,我告诉你,这些人不是我伤的,是你伤的 要不是你风流薄信,要不是你始乱终气,我会发疯吗? 我会这么扫兮病狂吗? 我告诉你,罪魁祸首是你,是你啊 那些狐狸精的面可真是太大了,看来,以后得想个更好的法子 也会比她好。 还 Frei显鲜噫INE Bacon Well,我太 Hopeful 有成 här 你讨厌,这是不合az的 封面。 可以的子 声了吗? 虽 WiFi 混声 林 имо 杀人的凶手 我就猜到是你 你不要走 你这个凶手 放手 你傻人 你应该进监狱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你为什么要害人 好了 别弄 我现在暴时不防 我怎么进监狱 我说 沈身好 我告诉你 你要再敢跟这个烂女人 搞在一起 我保证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让你后悔 你不要走 不要闹 不要再闹 我会跟她说清楚 保证她以后 不会再伤害你了 没有了 没有以后了 过来 我不想再斗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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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不想斗下去了 继续唱啊 唱得很好听啊 我一直躺着实在无聊 随便哼哼的 我知道 这两天你好点了吗 好多了 就是闷得慌 我想我娘 你娘我已经叫人在照顾她 你就放心好了 你看 我给你拿什么来了 啊 留声机 嗯 还有好多畅盘 够你消磨好一阵子了 可是 这么好的东西搬到医院来 会不会耽误你用啊 你留着吧 我以后不需要她了 我累了 我想要换个环境 为什么你现在这么红 这儿已经不适合我了 那不是老板呢 我也会一起放下 云香 你知道吗 男人的爱情就像水燕 如果熄灭了 还可以点燃 可女人的爱情就像烟灰 一旦绝望 就再也没有办法点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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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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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今天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就陪你喝一次 其实上次我们都说好了 你只要安心在这拍戏 其他事情我来解决 不了 我决心已定 上海那边 找我拍梁柱 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 我能理解 是好 遇见你 是我今生最大的快乐 虽然 我不能做你的妻子 但是 我会永远记得 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美好事过 那杨贵妃的女主角 你能捧红一个花月容 当然 也能够捧红第二个第三个 我想这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吧 这样 虽然我要走 不过 我有个建议 我还是希望你听一听 你说 云香是个很不错的演员 我希望你不要错过 她不行 一点经验都没有 演戏凭的是感觉 不是经验 我相信 我的眼光不会错 我也看得出 你很喜欢她 没有 别不承认 你从来 没有为一个女孩子 真正发过虎 也从来 没有这么认真的 跟一个女孩子较之过 有时候 爱情来了 当事人未必知道 这就叫做当局者名 我 看来 你真的很了解我 我真的后悔 刚才答应放你走了 我 我答应你 我可势着去努力 师傅 我要走了 你可以 再往我一次吗 这算是你对我青春的补偿吧 我们愿不相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冰忠 再见了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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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是在做梦吗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做梦 打断你的手 打断你的头 打断你的头 喂 这木头得罪你了 那个混蛋方天宇 又约了开心去吃饭 我打死你 开心也真是的 又去和方天宇吃饭 他明知道开心讨厌他 还这样穷追猛打 一定有阴谋的 大宝 你去哪儿 我很担心他 我去找他 大宝 喂 大宝 你听我说 喂 你干什么呀 对不起兄弟 我不是故意的 下次小心点啊 这是哪位明星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只管干活啊 这个明星一定很漂亮 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看看也好啊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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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注意一点啊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大宝 我不是故意的 你怎么会搞清楚啊 这我也要死你了 你怎么会这样的 你怎么看 你怎么可能 你这人 我都会想要 你怎么办 我 这都会想要 好 有冰糖葫芦 我去给你买 下人要一串 来一串吧 好 谢谢 自己挑吧 好 给你 怎么样 累了吧 在这里坐一会吧 魏大哥 我们过去看看吧 好 去看看 好 去看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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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打 给我打 好些人在打架啊 别管他们的 都是些卖东西的人 吵闹是很正常的 我还能听到大宝的声音 你听错了 大宝 你听错了 我还能听到大宝的声音 来 开心 来 开心 等一下 住手 我是军部房探长 都给我住手 方天宇 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冤枉啊 你说什么呢 我不知道啊 这是同人不同命啊 开心帮我操两三下 就说行了 我哪个操了这么久 还说不行 什么 我哪个伤得比你重啊 他这也叫重伤啊 那我这个 你在说我打你啊 不说就不说 不过开心啊 说正经的 你以后别跟那个方天宇出去了 他是个大坏蛋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有分寸的 况且 方天宇这个人还不错 开心你是不是疯了 这世上呢 好男人不多的 有些人不识货 那我只好找识货的 但是好男人 也不止方天宇一个 那还有谁啊 大宝 你看大宝 人硬好又讲义气 应该考虑考虑他 温大哥 你不喜欢我 就不喜欢我嘛 别把我像货物一样来送人 不是 我 我离开心 还不至于嫁不出去的 不用你操心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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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了 等等我啊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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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宝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要杀害你的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喜欢温大哥 我没事的 我只是不想让你生气 他这样对我 我怎么能不生气呢 我明白 你明白什么 你什么都不明白 我怎么会不明白啊 温大哥怎么对你 不就跟你这么对我一样吗 对不起啊 开心 我又说错话了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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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大宝 你没有必要这样的 开心 我只想告诉你 大宝兄里只有你一个 我喜欢你 喜欢你的笑 喜欢你的调皮 喜欢你的敢作敢为 你不需要有任何负担 我不会强救你什么的 我只希望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 可以想到我 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也可以想到我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 就算 遍体鳞伤 赴唐蹈火 我也会保护你的 好 谢谢你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大宝 我们两个 是好兄弟 我们两个永远都是好兄弟 对吧 永远是好兄弟 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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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来来来 半十十年的 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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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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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